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我了 如何 老头要认输了吗 不乏不稳 重心太前 持剑过须 肩膀僵硬 臭老头你也小了一点 很疼啊 为师一生行走江湖 最重信诺 你既然答应帮我取来醉鲜酿 线下没看到 便是你失信了 对于失信的人 我没让你挂彩 下手已经很轻了 你怎么不先说你答应沈娘要从开封买仇段回来的 东西呢 这 为师不是一直告诫你 斤斤计较是成不了大事的吗 是是是 徒儿一定谨记在心 将来好像师父一样 成得了大事 总之你今天给我乖乖地待在这儿练功反省 阿里 替我看着这小子 今天若不好好练功 就别让他吃饭 知道了 师娘 怎么连您也帮这臭老头 他没买仇段回来 您怎么给我做新衣裳呢 你师父也是为您好 你就忍着点吧 那么 我有事得先走了 臭小子就拜托你了 娘 您又再帮梁伯伯看他练功呀 羞羞脸 又被师父责备 身为小七三侠的一员 也太散漫了 我又成什么小七三侠了 对啊 娘 他这么不听话 一会儿别让他吃饭了 我如果不让他来吃饭 你们的准备可就白费了 这样好吗 娘 别说出来给他听到了 哼 两个小滑头 可是越来越没大没小嘛 也不知准备什么 怕我听到了 我应该 刚刚沈娘说 你们两个给我准备了什么呀 没 没什么 小狮子 我们走吧 好了 也胡闹够了 差不多该开始练功了吧 沈娘 方才与师父过招 已经耗费了我大半的体力 我可不可以 不行 我数到三 再不开始练功 就将你平时偷懒的去处告诉师父 一 二 我练 我练 总之 先从基本的开始吧 好 因为刚才太快了 我们待不及念 师父说过 这玄河剑领法的技术是永远重要 首先对木人使出序流吧 刚才的起手四出呢 其他的招式产生了新的可能 现在话使出残留应该会有更强的威力 接着应该是衔接残留的四流 就是这样 嗯 感觉这个 对不起 打起来特别顺手 应该是使出特别的招式了 现在使出地流吧 6 OK 这边是教学的部分 接着这样就行了吧 哎呀 不小心又没过猛 把木人打坏了 这下麻烦了 沈娘 我这样应该差不多够了吧 你今儿个想试着挑战一击破木人吗 师父上次说 我只要成功便能休息一个月不用礼物对吧 他会不会说不是他亲眼所见就不作数啊 别担心 我会听你说话的 嘿嘿嘿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看我的 可恶 感觉就差一点 没关系 慢慢来吧 别贪功造劲走火入魔了 你也应该累了 稍事休息 等下生时一样在大宅开饭 那我也先去准备饭菜了 说起来 之前师父提过 人的能力与八卦相互对应 无法成功一击破木人 定是我八卦中对应气力的离卦不够 若是我对八卦更为熟悉 或许就能成功了 要回想八卦的用途吗 就能wi compelling 去植物 Alexandra 帮名 早点让八卦成长 说不定方才 便可一招击破木人了 师父平时不太长脑袋 但毕竟还是师父 这方面的事 果然还是得听他的 哎呀 杜剑跟庞大娘又闹翻了 这事非得由你来帮忙调解 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非得是我来调解 在我们这村里 治得住庞大娘的 也就只有你了 你还记得上个月 杜剑大病了一场的事吗 怎么可能不记得 杜大叔当时上吐下泄了好久 大伙都忙得手忙脚乱 庞大娘还以为他得了瘧疾 直呼要将杜大叔赶出村子 就是这事 当时作为慰问 我送了杜剑一条驱邪的银链子 前一些十月 庞大娘发现了此事 上我这讨链子 说什么为啥能白送杜剑 却不送他 我被他搅烦了 脱口而出 想要链子 直接跟杜剑要去 不要烦我 没想到 他真的跑去杜剑的酒馆 闹了起来 所以 你觉得此争执是因你而起 而对杜大叔感到不好意思 我说的对吗 是啊 你真是料事如神 那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师父跟沈娘都曾说过 要热心助人 好心总有好报的 只要在实现内 选择答应帮忙的选项就好了吧 你这是帮还是不帮 我都被你搞糊涂了 我自然是帮忙了 你看过我拒绝人 还如此拐弯抹角的吗 那倒是 差点又被你糊弄了 我这就去杜大叔的酒馆看看 大叔说就先回铁铺 等我的好消息吧 那就拜托你了 我的好消息